Hello 大家好 我是沖 入境日本经常都要排大队 特别是一些人流比较多的机场 例如东京的雨田机场、成田机场 或者是大阪的关西机场等等 特别是旺季的时候 例如暑假 可能只等出境都要等半个小时 甚至一个小时以上 但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方法 是可以快速自在入境的 就是这个Japan Trust Traveler Program JTTP 如果大家对于日本生活、旅游 又或者是移居日本相关资讯有兴趣的话 就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还有记得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所有最新的资讯 或者日常的生活点滴 都会在Instagram上跟大家分享 这个JTTP其实不是什么新的东西 它是在2016年的11月已经在推行 但最初的几年没有那么多人去讨论 也没有那么多人去申请 但近年就已经越来越多人知道 或者已经申请用这东西 JTTP是货商用、观光、探亲等等的一个计划 只要你符合一定的条件 就会被视为可信赖的旅客 然后就可以获得由出入国在楼管理厅 发出的几个特定登陆者卡 这张卡其实是有点像我们拿着的在楼卡 但就不同颜色 还有它上面就有写明是特定登陆者 而持有这张卡就可以透过闸机自助入境 整个入境的手续5分钟之内就一定完成 所以比传统排队入境的方法快很多 先讲关于申请的条件 一般的观光客就要证明到有足够的资历信用 简单说就是要持有白金或以上级别受认可的信用卡 另外入境的目的就一定要是商用、观光或探亲等等 然后在这个指定登陆场所 即是做二次审查之前 你要证明到自己在这一年至少有入境过两次日本 另外申请者是要未试过被强制踢出国 还有就是持有免签证的护照 还有就要在国内国外都未犯过罚款以上的认罚 最后就是出入境是没有一个不证的记录 也未试过被拒绝入境 至于申请的流程其实就很简单 详细流程其实在网上都有很多不同的人分享过 即是详细讲解过是怎样去申请 怎样拿到这张卡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申请的话 都可以参考不同的网页 但是今天就简单讲解下申请的流程 首先其实整个申请手组是会分为两次 第一次就是入境之前的手组 也就是一次审查 事前就要透过网上的系统 输入一些可能个人的资料 然后再发布一些文件 相片等等 然后出入个在留管理厅 就会开始审批 然后就会将这个审批的结果 透过电邮去传给申请者 这个流程通常就是一个月左右 但因为近年开始多了人申请 所以就听到有人分享 可能要等三个月 甚至四个月才收到这个通知 当你第一次的审查完成之后 就会是第二次的审查 而手组就是在入境日本之后 就要透过平时入境的方法 就是传统排队的方法 入境了日本先 然后就要去各机场指定的登陆场所 就去办理这个手组 除了在机场之外 其实也可以去回东京、大阪、名古屋的出入国在留管理厅 去亲身办理手组 去到指定的登陆场所之后 就要做这个登陆指纹、影像 还有就要准备2200日元的收入印子 到时是需要提交的 另外可能还有一些文件是需要提交的 整个流程就是大概三个字至半个钟左右就完成了 当手组完成之后 就会立刻拿到一个特定登陆者卡 然后下一次入境就可以用这张卡 透过自助集机就自助入境了 而这张卡的期限一般都是三年的 之后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 归退税方面 初期其实有很多人分享过 因为用这个JTTP 即是特定登陆者卡 去入境的时候 在护照就不会有贴纸 所以去到一些店铺买东西的时候 是退不到税 因为其实有很多店铺的SOP 都没有写明这个特定登陆者卡 是什么 应该怎样对应 所以就算职员知道是什么 不可以随便只主意 所以变相就有很多店铺都退不到税 但是近年就因为这个JTTP 就已经多了人申请 这个计划也都由推行到现在 其实都已经有七年 接近八年的时间 所以其实已经越来越多店铺 是应手这件事 也是做到退税的了 但就不是100%的店铺都可以做到 但我相信都应该会慢慢普及的 虽然近年就多了人去申请JTTP 就会有人担心 会不会用这个自助入境的方式 都需要排队 都要等很久 但我自己觉得 这个自助入境的方式 就算要等 都一定比传统排队的方法 但我觉得这个JTTP 始终实用性是有限的 首先 其实就不是每个机场都用到 只得东京的成田 羽田机场 大阪的关西机场 明古屋的中部国际机场 是支援到这个服务 简单来说 就是你去其他地区就用不到 然后就是关于行李方面 用得这个自助入境服务的话 就一定要是hand carry 因为如果你寄仓的话 其实你排队等行李 可能跟平时排队入境等的时间 都差不多 就是不会快到去哪 所以就会浪费 另外就是刚才也提及过 因为依然还有很多店铺 公司是未承受这件事 所以在买东西退税方面 又或者租车方面 都有机会发生问题 又或者可能要搞很久 总结而言 我觉得最适合申请JTTP的人 就是一些经常快闪日本的人 特别是一些喜欢参加 event 又或者去看live 看演唱会的人 可能周末就找两天来参加活动 快闪一两天 又不会买东西 不需要退税 不会带很多行李来 那就最适合了 而且通常活动 演唱会 都会集中在东京 大阪等等大城市 所以我觉得就很适合这个计划 但是说真的 一般的观光客 去得多日本 都不会再选择经常去东京 大阪名古屋这些地方 一定是会想去一些 可能冷门一点 或者是少人去的地区 所以就未必有用 暂时的感觉就是比起实用 这张卡反而是 可能拿来收藏或者留念 以上就是我对于JTTP计划的一些看法 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到此为止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计划有没有用 又或者大家会不会是已经用着 有没有一些经验 想分享给大家 欢迎大家在这条影片下面 留下你们的留言 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我们就下条片再见 拜拜 grit 划 换 都 都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